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政1949年 国民党兵败如山道 蒋介石逃往台湾 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事 但是各位 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吧 是什么事情让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去台湾的呢 据史料记载 当时成都的地下党组织了一个捉奖赶死队 但奇怪的是 他们发现蒋介石同时出现在了成都的好几个地方 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这是咋回事 还有 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 突然天降溢下 这又代表了什么 最后 在他乘坐的静江轮 开往台湾的途中 蒋介石为何下令停转 并打了个神秘的电话 在得到对方的陨落后 才继续前行 他这电话是打给谁的 背后有何阴谋 各位别急 这些问题 小编今天一一为您解答 先说第一个 是什么事情让蒋介石最终下定了离开大陆的决心 据史料记载 在1949年的8月份 蒋介石曾飞往广州 召开军事会议 草弥反攻计划 与此同时 他又在台北草山成立了郭敏党总裁办公室 三个月后 他又飞到重庆 宣布要与政府同仁共困难 由此可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做着两手准备 一方面是准备去台湾 另一方面又想继续待在大陆 做最后的反抗 但到了12月份 刘文辉 邓熙侯和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主归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 蒋介石彻底绝望了 据蒋经国后来回忆 说父亲赴台之时 便是窝鲁归通电之日 但是在离开之前 蒋介石还放了很多的烟幕袋 在12月10号 成都新新新闻报还发布消息 说蒋总裁巡视中市区 而市民们据说也在成都城门口和多个繁荣地带 偶遇了正在巡视的蒋介石的专车 所以当时我们的捉蒋敢死队就很困惑 说不知道蒋介石到底在哪 到了第二天 突然天降大雪 此时 成都新新新闻报又发消息 说蒋总裁昨日离主 捉蒋敢死队由此断定 蒋介石离开成都 所以也就放弃了原计划 而此时天降大雪 实属异象 百姓都说 这时老天在送白军离开 准备迎接红军 应该说 整个12月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绝不是最危险的时刻 刚才我们提到 早在1949年的5月份 蒋介石就曾乘船去周山道 而实际上在此之前 他已经派陈诚前去台湾做前期的安排了 不料 美国人此时突然站了出来 他们找到陈诚 说我们准备放弃蒋介石了 现在只要你愿意 我们可以扶持你在台湾另立中央政府 陈诚的回答是 我考虑一下 但到了第二天 他就直接拒绝了美国人 理由是 他不想背叛蒋介石 但此事还是被毛人凤知道了 他告诉了蒋介石 所以 当蒋介石的船行到离台湾部族五海里的海面时 他下令停船 并让蒋经国打电话给陈诚 问他自己是否可以入岛 陈诚知道这是蒋介石起的疑心 于是赶紧对蒋介石表忠心 并说自己永远是总裁的人 随时欢迎蒋介石来台湾 在得到陈诚的陨落后 蒋介石才去了台湾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